澳洲墨尔本,Boxing Day当日,最大购物中心,Chats Town石牌,人闪人害 非常非常的多,那我们今天呢,就通过镜头实拍,给大家看一下 一方面呢,我注意到几点啊,一个就是圣诞的气氛非常非常的浓厚 有很多呢,圣诞相关的装饰 另外呢,我注意到啊,这个店面的折扣呢,基本上呢,是40%50OFF 也有一些是30%OFF,也就是说呢,是打7折,6折,最多是打5折 还有一些呢,是第二件半价啊,或者第二件打6折,7折之类的这个折扣 当天的话呢,车位非常非常非常的难找 我光这个停车位啊,就花了半个多小时,一点都不夸张 那另外呢,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呢,就是比较大牌的这些品牌啊 像这个LV啊,Gucci啊,Prada啊,Airbus啊 这些呢,都是不打折的啊,是没有折扣的 所以呢,商店里人最多的啊,反而是这些二三线的名牌 那我这边呢,还看到了这个Swatch店啊 之前呢,有一款联名的手表啊,跟Omega联名的 现在依旧是缺货,372B一款手表,还是买不到 还有呢,我注意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啊 就是这一次呢,Chaston的商场里面 多了很多电动车的展览 甚至呢,包括我们的国产品牌啊,比亚迪 也就是我现在镜头给大家拍的这一辆 看上去呢,还是非常酷炫的 还有些暗感啊 因为呢,打折的基本上都是服饰啊 所以我个人觉得呢,如果不是很有必要 其实呢,去凑这个热闹呢 意义真的不是很大 还不如呢,乖乖带在家里啊 好的呢,这一期视频呢 就简单的给大家拍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